8月11日下午3点 封控14天的成都天佛二街正式解除封控 解封前半小时 不少车辆居民已等待在警戒线处 在现场工作人员拆除围栏后 两辆多功能一程车发射雾炮行程水门庆祝解封 封控区的居民纷纷走出小区 拍照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 8月10号 成都高新区对其封闭区 封控区以及风险区周边区域居民进行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截至10日24时 共进行了四轮核酸检测 共计完成26万人次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大家很关心我们这14天里我们的物资保障什么解决的 其实跟大家正常生活应该没有多大差别 第一个 我们能够在外面平台上面点蔬菜水果 肉类送到隔离墙那里 然后有物业帮我们送到那个小区的指定的地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隔离区里面的各种商超都是正常营业的 然后也可以买到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类 包括咱们的超市工作人员 或者医务人员 还有志愿者 他们很多不是要隔离在这个封控区里面的 而是说 咱们被隔离了之后为了满足咱们的生活需求 他们自愿请求进来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其实是很感人的 就让我感到很温馨 在天佛二阶封控期间 天佛二阶走九遍和天佛二阶隔离版当两首歌曲在网络上走红 解封现场 两首歌曲的创作者于扬成为了焦点 不少周围的居民都来找他合照 感谢他在封控期间给大家带来积极乐观的能量 我们第一首天佛二阶走九遍 到第二首当实际上就是想突出一下 我们这里面欢快的一些画面和一些和谐的场面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我们的社区保障者 是因为医务工作者 还有一些环卫的人员 为我们提供的这种保障 才有这种对比 所以这两个首作品实际上是一个呼应 就是我们第一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能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第二首当是因为什么呢 是哪些人在付出 包括我们对所有医务工作者的采访 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这种对比的情况下 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地做奉献 所以大家才能过得还不错 积极配合核酸检测 在昔日车水马龙的机动车道上运动 大家一起唱歌 相互加油打气 14天的隔离生活成为了天佛二阶封控区居民人生中一段难得的记忆 但我们开始一下不适应 毕竟不是那么自由了 我看咱们整个街区里面的老百姓也是非常配合的 同时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整个环境的气氛 就是祥和 没有人闹情绪或者说发牢骚 大家都很理解 很配合 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圈子 大家在公路上散步 运动 健身 照相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有盼头的 到了14天 如果没有疫情 总有一天 咱们的成都又会恢复到原来的这样 咱们的天佛二阶又会恢复到原来的这样 那今天看到又是车来人往的 大家都非常高兴 大家还举手拍赏搞高付 确实盼到了这一天 我相信我们成都经过这个14天的抗议 又重新会重现合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来 controls那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咱们这 смотр big